這個以圖找圖的部分 其實我相信老師應該多多少少用過Google去找圖 除了找圖應該也是很方便的 那找圖的部分呢 平常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啊我就找一個關鍵字 給他怎麼樣 打下去就好了對不對 但是老師有沒有一種經驗 這個人我認識啊 就叫不出名 有沒有 這張照片這個地方我去過啊 可是我就忘了 怎麼叫就叫不出來 這張圖畫我看過啊 啊就忘記它叫什麼 請問你要用什麼關鍵字 無名是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要靠什麼 意圖照圖啊 所以網路上有一個名詞叫做 對啊 他也是不認識他 然後有那個畫面對不對 他就給他怎樣 找到那個是誰 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那你看 我們進到這邊來之後 進到這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遺图照圖 你很單純呢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網址貼進來 也可以把圖片直接傳上來 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這個圖片是網路上就有了 可是更多時候 你不認識的是 啊我就看過這個 比如說這個DN帳 這個東西 欸這個人我認識 可是照片在裡面 你可能用掃描或拍照的對不對 欸你拍完之後 就直接怎麼樣 從你自己電腦傳上去啊 對吧 好 那你可以像這樣 那比如說我先找一般的 如果說我們是已經在怎麼樣 就是網路上已經有的 你可以這樣掃 欸是不是就找到很多 那麼 你也可以 假設我就會找這個跟它相關的 我就按著它 也可以這樣丟上來 有沒有 按著它丟上來 但是老師不要拿阿姨開玩笑喔 蛤 阿姨不支援這種功能 哈哈哈哈 了解齁 就是你不要用這個啊 這個沒有 火狐啦齁 或者是Google瀏覽器都OK 好都OK 但是這個就不行 Google就不行 那所以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他有找到什麼 這張圖片 對不對 在哪裡 然後呢 他是從哪裡來 有沒有 所以說我們常講 欸其實圖片裡面有什麼 圖片會說話嗎 你看 用以圖找圖 有沒有發現前面不一樣 那如果說他有判斷出什麼 欸這個圖片可能是什麼關鍵字的話 他會幫你把關鍵字就秀在那裡 這樣是不是你就比較能夠得到那個資訊 對不對 好比較能夠得到那些資訊 比如說像 如果不要你就把這個關掉 他就 那個就取消了 比如說 欸你想要找一些跟狗狗有關的 這個關掉 好有沒有 好那我如果要找這一張的 丟進來 有沒有發現他剛有說 欸可能寵物也蠻適合的 沒錯吧 事實上現在Google很多他都是機器學習嘛 好機器做自動學習的部分 所以 這樣有沒有比較聰明一點 那你從這邊就可以找到相關的 好就比較容易找到相關的資料 所以這個是Google的以圖找圖 那當然其實如果說假設啦 我把這張圖片 我有 假設這張圖是在網路上的 是我們自己的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 好 像我這邊下載下來對不對 那我來看一下 你看 你也可以這樣做 你就按著他 欸在哪 有一個下載 好在這裡 這一張 你可以這樣丟進來 丟來上面 有沒有 跟我們剛剛用那個照相機意思一樣 只是我用拖曳的方式就傳進來了 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一模一樣的 你看他一樣會找到我們的關鍵字 好會找到我們關鍵字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欸其實呢 以圖找圖也是Google裡面的一個什麼 服務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好